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二级警戒措施延长到9月6号 不过因为疫情趋缓 不少民众都希望能放宽相关管制措施 对此金融市长林又昌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上表示 到8月24号为止金融已经连续13天加零 在双北夹旗下疫情相对稳定实在很不容易 为了能更稳健安全地带领市民回归正常生活 林又昌表示金融如果连续14天加零 将评估开放篮球场倒轮沙滩游泳 及家人在外共餐可以不用隔板等措施 在防疫上面我们为什么希望说 当金融市14天的零确诊之后 我们再来思考进一步的一个松绑的相关的措施 是因为14天是一个社区安全的一个界限 也就是当我们金融市连续14天 没有确诊案例的时候 代表着我们金融市的社区里面 基本上是安全 基本上是安全 那这个对于我们市政府在采取防疫危险 那恢复大家 这个带领大家恢复正常生活的这样政策方向之下 我们可以这个更稳健 然后大家在松绑的同时也能够更放心 所以我们会在这两天14天有连续确诊发生之后 我们会针对包括大家关心的儿童游戏场 还有包括篮球场 以及包括像水上的这个活动 甚至是包括里面活动中心的部分的开放 我们都会一并的做检讨 那连续14天零确诊之后 我们就会把相关的一个措施 尽快的跟市民朋友来做宣布 另外根据一份最新的县市长 施政及防疫表现满意度调查 金融市长林友昌获得超过8成的金融市民肯定 其中20岁到29岁间的满意度更突破8成5 对此林友昌特别感谢市民的支持 及所有医护等防疫人员的努力 我想金融市这个防疫是真的很辛苦 因为特别是在两大指甲市旁边 那不管是相关的防疫的资源或者人力经费 我们其实都是相对的匮乏 不过金融市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所以我特别要谢谢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对市政府的一个支持 那还有所有的这些医护 还有救护包括我们警销的同仁 所有防疫的这些人员 大家都出了一分力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50几天前 就开始出现零确诊的天数 那这份成果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想这份成绩是属于所有的市民朋友 而对于有国民党市议员 在金融市议会上提案要求 金融市辖内施打疫苗 必须经过国际认证 这项提案还引起在场 多位民进党市议员退席抗议 对此林又昌回应表示 尊重议员的建议 他也强调市民有选择 施打哪一种疫苗的权利 政府不会强迫 议会的意见我们都尊重 不过这个防疫的事情 中央有统一的一些规定 那也有很清楚的一些指引 我想这个我们全国一致性来议讯 另外金融市原定8月25号 针对85岁以上长辈施打第二剂疫苗 由于中央疫苗尚未播发 施打时间将在往后延 牛昌强调等疫苗确定播补后 将以最快时间立即规划施打 其成并通知符合资格的长辈 前往师大 记者张琪辰见我们报道